今天突然下雪 索性用Dry-Thru 拿了一杯咖啡去Walmart 今天是冰雪 冰雨 冷又不是很冷 但是飄了一雪下來 有機會被風吹一吹 變成一層冰 車子很滑 但是一路上回來沒有撞車 沒有意外 非常之好 謝謝 謝謝 那現在結難 你看這些雪水用的 冰柱呢 那你去幻想一下 如果雪水掉到地上 吹一吹就冰了 之後的效果是怎樣 滑死來的 那剛才在Fairville Mall 我的車轉出來的時候 有個女生見過我的車快轉出來 那時候 燈的數字在跳著 就是說是白色公仔 白色公仔 人可以過嘛 哇 她很急切地過 踩到冰面 我見她 滑了兩步 她很幸運 後來取得平衡 站起來繼續走過去 如果不是隨時在馬路前面 跌下來 所以遇著這些天氣 千萬不要心急 慢慢走 因為 跌倒不得了 我不是開玩笑 因為現在先講一個個案 有機會再講第二個 第一個個案是我的三婆 因為是兒婆 兒婆 很多年前 我還讀中學的時候 去大陸就批了她出境 回來 來加拿大見個女兒 來我家住了一個星期 當時是一個 我想是四五十歲的女人 接著過幾十年之後 我過到來加拿大 又住在我阿姨家裡 我阿姨的媽媽就是這個三婆 當時她已經是跌倒了 經常說要練習 吃點好東西 要走回 有人說她這輩子都不早前跌倒了 跌裂了盆骨 當時醫生就告訴你 可能是以前的技術不行 還是身體弱些 就說她一輩子都走不了 就要靠一個駕駛來走 這樣就不可以沒有工具走到 那結果 我九七年過到來 我想過了兩年左右 過了幾年 然後她就不行了 過了身了 所以防跌是很重要的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